台北的淡水河流域是鸟类非常喜欢的环境 不过却因为发展经济 淡水河变得非常肮脏恶臭 河岸更是堆满了垃圾跟各种废弃物 前几年还没有升格为直辖市的台北县政府 就投入了大量的经费开始整治 也透过人工来营造湿地生态 而最明显的成效就是改善水质 让淡水河创下这三十年来最干净的水质记录 水鸟在水池竹潮 乌龟悠闲晒太阳 还有各式昆虫鸟类飞舞在新北市大汉溪畔 这处位于福州桥旁的高潭地上 不只充满绿意更生机无限 实地变成生态乐园 其实这条大汉溪和其他淡水河流域的河川一样 都曾经在民国七十年代开始 因为经济起飞污染严重 河不像河变成臭水沟 今年内政部将整个淡水河流域的十一处湿地 统统化设为国家级的国家重要湿地 其中五处集中在大汉溪 包括鹿角溪 达鸟皮 福州 成林 新海 都是人工湿地 纵长18公里面积达到132公顷 是前台北县长周锡伟力推的政策之一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水质变干净了 当时台北县政府估算 透过人工湿地来净化水质 跟钙污水处理厂比起来 节省两亿成本 曾经投入五股湿地诊治 让河岸环境起死回生的环保团体认为 透过人工湿地来处理生活污水 不只节省成本 更重要的是 可以把水补充回淡水河流域 维持激流量 河川有河水 生命自然开始旺盛 淡水河的水质去年达到30年来最好的状况 从重度污染进步到中度污染 除了不断整治取缔污染源 人工湿地也有不少贡献 环保团体说 用盛应自然生态的方式 新建人工湿地 让以前肮脏 死气沉沉的流域 摇身一变成为充满生命力的土地 这也算是人类对过去破坏自然 所做的美丽赎罪 记者林建北邱福财台北报道 八清国光神话确定不盖在彰化 就让台湾最后一片面积完整的 拟殖摊地保存下来 让珍贵的候鸟不会被赶走 白海豚也不必转弯 其实为了保存湿地 而立抗开发案的 还有台南的七清开发案 当年诉求是为了保护黑面疲露 而这些候鸟都是湿地生态的重要指标 也因为它们 人类才能看见湿地上无数美妙的生命 才懂得要珍惜环境 如果不知道台湾沿海的湿地在哪里 只要找找候鸟成群的地方就对了 沿海湿地对这些从北国千里 迢迢飞来的交口门来说 可是食物丰富又舒服的高级旅馆 像是黑命疲露总案年年 12月到台南的七股湿地 还有嘴巴长长的大勺玉 直到来啄水吸口的彰化湿地 一定不需此行 没有这些生物 台湾人可能还不太会注意到 湿地有什么了不起的 国内两个关键的保护湿地运动 就是靠着明星动物来吸引关注 当年投入反濒南工业区 反七青的学者翁一聪说 那时候拼命诉诸国际 透过保护黑面疲露来保住七股湿地 而这一次反国光石化 也就是反八青 则推出濒临绝种的中华白海豚 因为要打破经济发展至上的价值观 来保存湿地并不容易 这些珍贵的动物反而让民众更有情感的连结 而走过漫长的二十年来 社会总算了解湿地 养育生物也养活人类 不该为了一时的经济发展 而毁弃了它的永续发展 环保是阻碍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错误的概念 因为我们知道经济发展的选项跟方式 有很多不同的 而不是只有开发工业区 人类还在摸索永续发展的意义 但这群教科们早就努力在被破坏的环境中 夹缝中求生存 巨大的风车矗立在海陆边缘 大勺域要努力闪避才能存活 而小燕鸥在废弃的工业区 一样孵担养育下一代 环保团体认为 在反国光石化运动成功之后 社会更该虚心检讨 以往过度开发的思维 落实失地保护 在大自然面前走一条谦卑的路 记者邻居们谢启文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